缅甸盛行玉石产业为2014年提供高达48%国内生产总值 可悲的是,21日清晨,缅甸东北部玉石区况发生山崩 压死了上百人,还有超过百人失踪 他们都是试图攀上矿场废料堆 从中寻找被丢弃的岁域,赖以谋生的找女人 监督全球反贪腐的非政府组织 全球见证上个月发布报告揭露 缅甸的玉石产业正双挂钩 玉矿的开采屋更是打击当地人的生活 你没看错,他们是穿着长裙摔跤 日暗摔跤运动的布里维亚 每年冬天都会举行传统衣子穿长裙摔跤比赛 不过,这种比赛大部分是表演性质,不是真正的禁忌 当台上穿长裙的女选手扳倒男选手时 台下观众看得不离乐乎 巴西东南部一座存放采矿物的废料堤坝 11月15日发生,破裂溃堤 除了淹没附近村庄,造成多人死伤外 有毒的泥流过去几个星期以来 旅行范围至少500公里 最后沿着多西河流入大西洋,长达9公里 成千上万公顷的土地和水域面积严重受污染 巴西环境局称为这是巴西史上最严重的环境灾难 需要30年时间清理淡水和流域